Hello大家好 我是Candy 今天我要和大家来讲讲原具 在今天视频中我会来讲讲不同的原具有什么区别 包括使用原具具东西的特点 另外我会来讲讲原具基础的使用技巧 包括一些不样角度不一样材料 和上面的功能应该怎么使用 原具是我所有工具里面除了电钻和电动螺丝刀以外 我觉得最常用而且不可替代的电动工具 所以我先来拿出来讲 当然之后我还会来讲数据 角磨机 链锯等等其他类型句子的用法和技巧 所以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误我的更新了 那好了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原具的构造和特点 那我这把Makita的小原具 之前在很多视频里都出现过 那为什么叫原具 顾名思义它的锯盘是圆的 英文叫circle saw也是一个意思 当然我这把原具是无线的 后面装上电池就可以用了 但是也有原具是带线的 要插在插座上才可以使用 用法上区别不是很大 只是便携性上可能有点区别 那一般用的时候 手只要握着这边 打开这边的保护 按下开关 原具就可以转了 当然一个手握着的时候 另一个手可以放在这边 两个手用锯子可以稳一点 由于它构造的关系 原具的主要功能是锯板材 一会我演示的时候再和大家说 它的特点是锯的比较直 而且速度比较快 原具上面有哪些功能 比如说我们把刀口调到垂直的时候 也就是零度 刀片跟这个面是成90度夹角的 那你就可以切一个垂直的刀下去 那这边还有不一样的角度 我这把锯子可以到50度 每把锯子都可能有点不一样 那只要掰开这个 它就可以调整角度 你就可以切一条斜的线 主要起到这样一个功能 那另外锯片的深度也是可以调整的 可以看到这个保护罩上有写 你需要调多深 只需要把后面这个给松开 然后就可以调整 你需要切割多深了 上面这边都有刻度 一会儿演示的时候 我还会再给大家看 那除此以外 原具下面这边还有个小的螺丝 这个螺丝是用来调原具精度用的 一般你是不要去动它的 但是具体有什么用 我一会儿演示的时候再和大家讲 那除此之外 原具的锯片也是有讲究的 可以看到我这边尺大概是这个密度 一般来说尺越大 数量越少 干的活就越粗糙 但是可能切割力度也越大 所以更加适合室外的东西 比如说你要做篱笆的时候 需要切木材 就可以选用这样子的刀片 但如果你的尺越多越密 而且尺越小 那切出来的切横就更加精致 更加适合于室内做家具的时候使用 不过如果你在家里DIY做东西 肯定很多东西都要切 不光只是切一样东西 那你只要选用尺数量适中的锯片 基本什么都可以切 这个虽然有影响 但没有那么大 那除了这个锯片以外 原具也分大小和左右的区别 什么意思 那我这个原具是165毫米大小的 这个是一个比较适中而偏小的尺寸 那另外还有常见的尺寸 有185毫米的 就比这个再稍微大一点 那你就可以切更大的东西 当然还有更小的136毫米的原具也是非常常见的 由于它主要功能是切板材 你不太会切到太厚的东西 那像我这个165毫米尺寸的呢 基本上家里用到板材你都可以切 遇到个别特别厚的东西呢 你可以把板材翻一面 在反面也切一刀 所以这个尺寸一般就够了 而且够用的情况下越小呢 它用起来就越轻便 你拿起来也就越稳 切出来东西也会切得比较好 另外左右的区别是什么呢 像我这个锯子把手在锯片的右边 那我右手拿着的时候 锯片就在我的手左边 那我切的时候 眼睛就可以看到锯片所在的位置 这样子切过去 那如果你的这个把手在另一侧呢 那如果你也是惯用右手的话 你手拿在这边 就可能把锯片给遮住 没看那么清楚 你要从另外一边才能看到锯片 那如果是这种锯子呢 有些人觉得它是给左撇子设计的 但其实不完全是 尤其是大的圆锯 你右手拿着这边 另外一个手要扶着上面 要两个手去操作 这个样子你的动作很自然 脑袋就到这边来了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锯片了 所以这和每个人用锯子的习惯也有区别 那在你选购锯子的时候 你可以去握一下锯子感受一下 怎样拿你感觉比较稳 这样来考虑选择把手在右边 还是在左边的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这没有强制的规定 那我这边的经验呢 是像这种小的圆锯 你大多数情况下 可能是一个手操作的 假如你跟我一样 也是惯用右手的话 你选择把手在右边的 会比较方便 那如果是那种大的锯子 比如说185毫米的 然后你也跟我一样 惯用手是右手的话 你可以选择把手在左边的 我觉得这样选择的话 操作起来会比较方便 当然如果你惯用的是左手的话 那正好相反 好了 圆区的基本的特点和区别 基本就是这些 接着呢 我来讲讲它的用途 和用法上的技巧 那如果你要安装锯片 或者换锯片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螺栓给松掉 就可以把锯片拿下来 放上锯片 把螺栓拧紧就可以装好了 但是操作这些的时候 一定记得不要插电 或者不要装电池 以免遇到误操作 把你手给切伤了 但是如果你都准备好的话 我们装上电池 就可以开始切了 那这个呢 是decking的板 这个非常薄 只有不到两厘米的厚度 那假设我要切这个板呢 我可以先标记出 我要切的位置 比如说在这边 然后呢 一般人会拿个木工的直角 给扣在这边 去画一条竖线 但是呢 我觉得那个东西 不是那么的必要 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有 所以说呢 我今天就用常见的东西 来做这个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直角的东西 比如说我这里拿一个 我切下来的地板 只要保证这两边没有切过 那这就是个完整的直角 我只要给它扣在这边 这边跟木板对齐 然后沿着这一侧 直接画出来 这样画出来线条 就跟这个木头 是完全垂直的了 所以你也不需要 什么特殊的工具 那有人可能会问啊 我可不可以直接量 比如说我这边要切10.5厘米 那我这边也量一个10.5厘米 给它连起来 可不可以呢 那这样呢 其实很不准 因为这个木头的这一半 你不知道它切的 是不是跟这个是垂直的 而且就算它当时出厂的时候 是垂直的 木头它会收缩 然后呢 有可能这边跟这边 收缩的不是很平均 最后这个面和这边上 不一定是垂直的 所以尽量还是以 你要切的地方 来画直角会比较精确 当然生活中很多东西 只要是直角 都可以拿这个用 比如说我拿这个纸 这个就是完全直角的 也可以当这个用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用 当然如果你想要精确 到0.1厚米以内的话 你最好还是买个木工的直角 去扣在这边 这样呢会更加精确 但其实呢 木头自己的变形度 都是以毫米级的 我们那么精确 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必要 像我刚才拿这个地板 这样做已经很精确了 那好了 接着我就开始切了 那可以看到 像这种小的木板 一般一个手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我这边不需要再拿个夹子 去固定在这个桌上 有时候呢 需要切很多东西 你不可能一个个去夹 像这种小的东西 你也没有必要去夹 所以说我说小的锯子 单手操作机会比较多 也就是这个原因 那这边呢 我给这个木头 直接切一个垂直的刀 那由于要切垂直呢 这边有两种方法 不过首先呢 我们都要找到这个零度的这个刻度 我们把这个刻度 对着这个标记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左右还可以动 对吧 你找不到位置 没有关系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你把锯子给对上来 像这个样子顶足 然后你可以眼睛从侧面观察 刀片是不是用这个对齐了 如果对齐了以后呢 你把这个锯子往后退一点 按下开关 启动了以后 直接推过去就可以了 那推的过程中呢 同时观察这边 跟这个刀刃 是不是在这条线上 那这样切下来呢 一般还是比较直的 那我们把这边给切开 那可以看一下 切的这个面还是非常直的 而且切割也非常快 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你把锯子 稍微抬起来一点 往前推一点 然后这边刻度对齐了以后 我们在这样侧面 找到它有没有对到这条线上 我们只要控制住前面 给它按在木板上 然后呢 我们打开锯子往下切 这样呢 也是比较精确的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技巧 没有哪种 一定比另一种好 自己可以尝试一下 感觉哪种更加顺手 更加适合自己 用那种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点我要讲的是 在开始切之前 我们把木头对在这个刀刃上的时候 不要卡着刀刃 就把锯子给打开 这样呢会卡住 你很容易呢 把木头的脚上给切碎 或者呢 锯子卡住根本转不动 一定要把它退一点 然后让锯子全速转起来以后呢 再往前面推 另外一种方法 你从下面下去的时候 也是一样 你等锯子全速了以后 再按下去 这样呢才是一个 比较正确的方法 那另外呢 假设我们要切斜的 道理也是一样的 那假设我要切在这个位置 那比如说我要切15度 那我就调到15度 给它扣上 然后用一样的方法 锯过去就可以了 那好了 可以看到 那这一条切的也是非常直的 而且这个角 就是我刚才调的角度 这个区别不是很大 那可以看到 我这边这个比较小 所以切的还是非常直的 跟这个标记的位置 完全是平行的 那你肯定会问我了 假设我要切一个 比较长的距离 我用手控制不住 切不了这么直 那怎么办呢 那下面我就开始讲这个问题 那这边呢 我拿了块MBF 中密度板 这块的厚度 大概也是两厘米左右 可能比刚才木头稍微厚一点 假设我要在这边贴线 那这个时候有什么好方法呢 那我们可以把锯子先拿过来 放在这个位置 刀刃跟这个头都对齐这条线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也拿过来 然后我们把锯子拿掉 然后这边找两个夹子 我像我这种两三块钱 一个的就够了 我们把夹子夹住使 当然了 你目测肯定不直 你可以用卷尺量一下 你这边是多宽 在这边也一样再量一下 这样你可以把位置调得比较精确 像你一个锯子用了时间长了以后 你自己都知道你锯子离边有多宽 一般这个数据都记在脑子里了 你再做起来就很快了 那两边都夹上以后 我们锯的时候 把锯子的盐靠着尺子 然后一路给它推过去就可以了 那像这样你切出来 就是要非常直的线了 你也不用担心你手抖的问题 接着我再讲讲 如果用这种方法 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那我把它夹过来一点 如果我们在这边再切一条 有时候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切到一半 你的锯子会卡住 当然我切到这边还没有问题 但是有时候你锯子会卡住 它转不动 或者它根本就拔不出来 这个时候其实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 像我这个MDF的板 不太会出现这个情况 因为它是木屑压成的 里面没有内力 但如果你缺的是纯木头的板 有时候木头里面会有内力 木头就会变形 就把锯子给夹在里面了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你可以把锯子稍微抬起来一点 然后再把锯子打开 再重新压回去 就可以把槽稍微开大一点 你锯子又可以继续走了 但是怎么确认是不是这个问题 我们把锯子拿掉了以后 我们在这个缝里可以看 头上这个宽度是你锯片的宽度 但是后面感觉特别小 特别紧 这就说明你木头里面有的内径 给它憋着 所以木头两边是这样 把锯片给夹住了 所以你转不动了 另一种情况是什么 另一种情况你感觉 这缝都是一样大的 而且我锯的是中密度板 里面应该没有内力 这个时候可能是你锯子 有点变形了 这个就是我开头的时候说过的 你现在锯子 你憋上这个棱 和你的锯片不是完全平行的 稍微有点角度 所以你锯子会夹住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螺丝给松开 给来调整距离 你调整好了以后 再试切几个你不要的木头 确保它直了以后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如果你担心自己调不好 调坏了等等这些问题 你想把这个先切完 这个时候你就要拿掉这个 你只能用眼睛去看着这个锯子来锯了 先把这个给锯完 可能就没有你压着尺子来锯 锯得这么直了 这就是切比较长 比较直的板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接着我再说下一种情况 这边我又拿了一块强化的板 这个里面是木屑板 英文叫chipboard 就是比较大的碎木屑给它压成的 和刚才看到mbf不一样 mbf是木粉压成的 这个是比较大的木屑给压成的 表面白色是它强化层 有点像陶瓷 这个有点像我们的强化地板 就是有点这个意思 表面非常硬的 这个一般做家具都是用这种板来做的 因为这种板不太容易变形 而且表面也比纯木头要坚固很多 价格也非常便宜 像切重板的时候 你最不想就是把表面给破坏掉 我先切一刀给大家看看 切完是什么样子的 好了可以看到 像这个边上表面都切了坑坑洼洼的 你把表面就破坏掉了 假设我这块板还要用的话 我给它装到另外块板上 装完了以后 这表面就露出来坑坑洼洼的 非常难看 怎样才能把这个给切得好呢 首先第一点 前面介绍句子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 就是锯片的尺 你要选择尺比较小 尺的数量比较多的 这样会切得比较精致 另外还有一小点就是 你走的速度不要走太快 不要心急 慢慢的去切它 也会稍微好一点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你假设需要这个面 你这个面是会看得见的话 你要把这个面给翻到下面去 再反面画了线 然后我们这边去切它 好了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这边我们是不要的 我们翻过来看 看这样 是不是这边上就没有那种坑坑洼洼的锯齿了 表面还是非常平整的 这个是为什么 圆锯锯的时候 它是往前转的 也是这样子转的 我们切的时候 等于是锯片是往上来切割这个东西的 我每次锯片往上切的时候 如果你把要的面翻在下面的话 往上切往上切 它就不会让表面给碎屑给带下来 但是如果你把要的面放在上面的话 锯片每次转上来的时候 就可能可能把这个片给给它铲坏 然后你边上就变成坑坑洼洼了 主要是这个原因 所以如果你做家具切贴面板的话 把这点考虑进去 把要的面放在下面切 这样就不太会出现坑坑洼洼的问题 可以切得稍微好一点 好了 不同材质都说过了 接着我来讲讲锯子调厚度的这个问题 我这边就把锯子这样侧着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这个木头是这么厚 我们切的时候其实锯片不需要这么厚 我们可以把锯片调薄一点 但是更多的情况 为什么要调这个锯片的厚度呢 主要是因为 我们不是说每次都有那么好的机会 下面是空的 有时候下面是有东西的 特别大的板 你根本抬不起来 抬不到桌面上 你没有那么大的桌子 你只能放在地上 你可能在地上垫几个小的木头 你就开始切了 这个时候你怕切到地上 然后你只要切这么薄的东西 所以说你要调整锯片的厚度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锯子 贴在你要切的地方 我把它横过来 这样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我们要切的东西假设在这儿 然后我们可以去调整下面的位置 把锯子给调到你需要的厚度 其实上面都有刻度 像我这个木板 大概是三个Quotter硬确 我就直接调到四分之三就可以了 放在这边 它就可以切穿了 当然我们稍微要比这个稍微多一点点 这样才能完全给切透 有时候给切不透留了一点 那也不行 对不对 这其实就是调厚度的功能的意义 好了 这基本上就是圆锯的技巧 还是比较简单的 圆锯我觉得是除了电钻 跟电动螺丝刀以外 用的最多的工具 而且它的功能 别的工具很难代替 而且这也是我继电钻 跟电动螺丝刀以后 首先买的工具 很显然它的优点就锯的比较快 而且比较直 虽然它锯出来的直度 肯定不能和台锯来比 但是它非常轻巧便捷 所以带到哪都可以锯 尤其是锯锯小东西什么的 还是非常方便的 不过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它主要只能用来锯木质的产品 这里包括纯的木头 或者木屑的板 或者木粉压成的MDF或者HDF 它主要只用来切木质的产品 而且它不能转弯 只能切直线 不过圆区也有很多有技巧的用法 有时候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做篱笆的时候的柱子 上面衡量要镶进去 人家是怎么切的 其实也是用圆锯切的 你可能想一个U型的怎么切 假设我要在这边切一个凹型的 这个也可以用圆锯来切 这怎么弄 首先我们把锯片调到需要切割的厚度 然后把它锁死 之后就在上面反复来回的切 多切几条 像切成这个样子很显然 上面很多东西已经掉了 如果没掉 我们拿锤子稍微砸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还差一点点的 我们拿枣子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在篱笆上向衡量的时候 就可以把衡量钉上去 用螺丝或者钉子给它固定住就可以了 就不会凸出来了 圆锯除了缺直线以外 有很多像这样用的小技巧 可以做更多的东西 其实大家有时候动一动脑筋 圆锯比想要当中用的地方要更多 这些就是圆锯基础的用法 如果你觉得这些视频有帮助的话 可以在下方帮我点赞支持一下 除了圆锯以外 我这边还有其他三样切割用的工具 这里有数据 角磨机和链锯 之后我会一个个和大家仔细讲用法和用途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了 好了本期就到这边 谢谢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